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活到87岁才过世 活到87岁 乾隆当时67岁 他87岁 乾隆皇太后 重庆太后 他过世的时候 其实乾隆也是世亲自孝的一个皇帝 你知道他帮这个皇太后 当时除了她说要守上三年 守上三年 是大臣一直跟皇帝讲说 守上三年太久了 但是政务需要他处理 乾隆什么都不管 他就非要守上三年 结果是和珅 和珅真的是懂乾隆的一个人 和珅当时乾隆跪在重庆太后的灵堂前面 开始坚持他要抗战三年 等到守上三年了 和珅在旁边 一句话不讲 就撇着他在那边跪 很多王公大臣都来欠乾隆皇帝说 皇帝要节哀 乾隆心里想这些都是屁话 我还不懂得要节哀吗 只有和珅 和珅为什么乾隆疼的力心 会这么疼他 就是和珅就静静地跪在旁边 跪了三天以后 他才跟乾隆讲 说皇上你是真隆天子 等于说是天地下凡来了 天上一天等于人间一连 所以你跪了三天等于三年 所以你手上三年齐满 皇帝你可以起来了 所以后来乾隆在勉为其然 才撤出这个所谓的灵堂 但他做了一件事 乾隆当时在清朝非常有名 现在在故宫还有这样的所长 这个就是金华塔 我们看到最旁边这个金华塔 你看这座塔 这座塔你看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座塔是乾隆为了祭奉 重庆太后 重庆太后 因为重庆太后生前 他梳头发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梳头发头发会掉 乾隆这么孝顺 就是他规定公女跟太监 把重庆太后所调的每一根头发 收集起来 那收集起来你要有一个地方放 乾隆就是帮他做的这座金华塔 所以这座金华塔我为什么特别 掉出来给各位看 这座金华塔高1.5公尺 1.5公尺 将近一个人的身高 一个人的身高 这座金华塔用了多少黄金 108公斤的黄金去打造 当时打造这一个金华塔 108公斤 老实讲当时动员的 要拿的黄金 宫中里面一下错不出来 错不出来怎么办 皇帝说太后的东西一定要做成 结果内部府没办法 只好把宫中清宫之中 所有用的跟黄金有关系的 有的金汤匙 有的金碑 有的金瓶 金瓶 金盘 这种融化 融化以后才错成108公斤 做成这座金华塔 金华塔中间 中间比较空 黑色的空的这个地方 它里面有放了一尊佛 一尊佛像 等于说保佑重庆太后 前往西天以后极乐世界 这个佛里面 它就放了所谓 重庆太后的所谓头发 这座金华塔真的很漂亮很精致 你看它上面 上面有什么这种日夜星辰的一种造型 底下 底下这边很多的珠珠 很多的珠珠 珠珠要不就珍珠 玛瑙 珊瑚 去弄出来 金金石去弄出来 这些其他你看 金色的部分 其实都是黄金 你看这边有很多的 所谓藏文的 你看藏文的所谓咒语 藏文的咒语 底下很多的这种宝石镶嵌 黎宝石 红宝石 所以这座金华塔 真的是价值非凡的一座金华塔 现在在故宫 你看她对两个女人 一个是重庆太后 一个是刚才讲的护察皇后 其实她对世青自孝 但护察皇后真的很深情 但问题她做坏的事情 就是第四次下江南 确实有跟来路不明的女人 好像有了什么瓜葛 所以会让乌娜娜娜是 使劲的一种方式 把头发剪掉的一种方式 去做这样很强烈的抗议 OK 那我们讲说 这一把词你在心中 你自己来判断 到底深情还是风流 乾隆最大的一个争议 你自己来判断 乾隆皇帝继位的时候 他接手的是一个 正处于巅峰的大清帝国 所以他开疆阔土壮大版图 修了四库全书 建了山山五元 把康乾盛世推向了顶峰 晚年时候 乾隆皇帝还自称是实权老人 他夸要自己平定的准格尔 跟回步 扫了金船进台湾 想安南缅甸等等攻击 但实际上正是因为 他到处用兵耗大喜功 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导致国库空虚贫不了身 甚至乾隆在位期间大肆练财 重用了贪官和身 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 他要六下江南 究竟乾隆皇帝是盛世民君 还是败家子呢 透过文史专家刘灿荣 帶您一起穿越历史 那再下来呢 我要来讲 是刚才讲说 那乾隆皇帝到底是败家子呢 还是一个有为的民君 我们讲说康永前盛世 康永前盛世 那当然是 他是一个民君 是一个盛世的一个皇帝 但问题呢 问题我刚才讲 他其实乾隆中年的时候 中期的时候 他其实是 整个国势是比较弱的 比较有变化 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我调出来给各位看 这张图是谁 是在乾隆 在17193 乾隆是1799过世 那等于说乾隆的过世前六年 等于是乾隆晚期的时候 英国乔治三世国王 派一个大使叫马嘎尔尼 马嘎尔尼 就是底下白色 穿白色衣服 跪在地上 用高贵的姿势 跪在穿黄色黄袍的乾隆皇帝 他们西方人的话 很奇怪 把中国的皇帝 清朝皇帝 画成这个样子 马嘎尔尼 当时在乾隆1793的时候 到中国来 到中国来 要觐见乾隆 发生了一个所谓礼仪事件 大家知道 就因为这个跪 应该是双漆跪地 还是单漆跪地 弄了半天 我特别要讲的是 这个马嘎尔尼到天津 当时船停天津 浩浩浩浩浩浩浩的 几艘所谓公使船 停在天津港口这边 他发现了一件事 因为马嘎尔尼 讲说他回去有写日记 讲说清朝当时 他发现有两件事情 他当时乾隆 看他的船停在港口 大使过来 所以就派天津的官员 送了很多的食物 远来辛苦的去喂绕 这些马嘎尔尼的 跟他的底下这些官兵 那喂绕食物里面 也有很多的活猪 活猪就送上这个船 结果马嘎尔尼他们讲 天气又热 七八月到 结果这个活猪 在上面也吃不完 怎么办呢 结果换到活猪 有的死掉又太热 也没有这么多的船舱 可以装 那怎么办 这个死猪就把他一脚踹到 所谓天津港海里面去 结果马嘎尔尼看到一件 清朝真的是盛世吗 当时所有在天津 天津已经算是一个大城市 已经不像一个 比较边缘的一个边疆之地 天津的居民 很多就直接跳到海里面去 游泳 游泳去干嘛 抓这个死猪回去吃 所以这是马嘎尔尼 在日记里面 特别记得乾隆真的盛世 第二个马嘎尔尼 从天津进紫禁城 进北京的时候 沿途所见 他说当时的清朝 有两极化的一种现象 一种是所有豪宅大院 王公大臣住的 高官在住的地方 豪宅 但另外一种 豪宅以外旁边 就是破破烂烂的 像贫民窟一样 那就是一般的贫民在住的 所以清朝在乾隆中期 又其实形成了一种 所谓M型社会 两极化 当官的贪污有钱 当民间的老百姓很辛苦 很差 那为什么 乾隆其实你知道 在乾隆皇帝里面 在清史里面 其实有一个人口统计 乾隆刚当家的时候 中国人口有多少 大概1.4亿 到乾隆晚期的时候 人口成长一倍多 变成三亿 你百分之一百多 成长一百多 但问题所谓的 我们讲现在GDP成长 成长多少 只有百分之十 GDP成长百分之十 人口成长百分之一百多 当然没有办法去 没有办法去 所谓的盛世 大家身上都有钱 而且你知道 在乾隆 乾隆皇帝 他当时有一个很大的状况 乾隆他本身用钱 又无度的一个人 我今天特别带这本书 各位看 这本书是故宫出版的 故宫出版的一些乾隆增场 你知道故宫出版的 所谓皇帝的增场 在清朝所有皇帝里面 其实收藏的乾隆最多 乾隆我特别调这张给各位看 这张是什么 这一个你看起来像开灯一样 做得很精致 很漂亮 它是所谓我们讲 法郎 法郎掐丝 掐丝同胎六金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台灯 它是乾隆放帽子的地方 他下朝以后 乾隆戴帽子 帽子就搁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上面 搁在这个上面 连一个你看 他的一个放帽子的帽架 都制作这样的精致 你可以想乾隆是多奢侈 奢侈的一个人 而且你知道乾隆 你知道我们讲说 他盛世也好 他所谓的败家只要 乾隆就是花这样 这么多的钱 乾隆皇帝六下江南 随行的王公大臣 侍卫官员有2000多人 水路上动用大船1000多艘 陆路上征用马匹6000匹 马车400辆 骆驼800头 征调千夫3600人 沿途各地的百姓 深受其害 他在位期间 还重用了贪官污吏 官场上是一片腐败奢靡 而在乾隆盛世当中 最大的贪官就是和珅了 后人称他是乾隆的 私人御用炼财师 为乾隆皇帝搜刮的名指名高 是不计其数 嘉庆皇帝搬到和珅之后 从他的家里头搜出了白银 抵得上国库15年的税收 而这还是和珅在供乾隆 揮霍之后自己摊墨下来的 可想而知乾隆皇帝自己 到底花了多少钱 透过文史专家刘灿荣 带你一起穿越理事 你知道乾隆在下江南 我刚才讲 他下江南的阵仗 其实跟别人不一样 刚才讲康熙是很轻车俭虫 但乾隆下江南 他调动了所谓兵马 要四位呼唯他 用了600名所谓的八旗兵 另外400名是西山建瑞云的壮士 所谓的这些兵马 1000名水虫 然后御船 所谓走水路的御船 有将近1000艘 1000艘 如果走陆路的时候 有八人大轎 有所谓的白马 他骑白马 其他人骑其他不同颜色的马 他这样浩浩荡荡的走 浩浩荡荡的走 沿途你知道 好 我们今天走水路也好 走陆路也好 沿途总有 刚才讲有豪宅大雁 有贫民窟 甚至有所谓的墓地 亂葬 怎么办 这地方官员 他就要花很多的钱 去做我们现在 像建筑工地有看板 把视线 视觉手机 比较差的环境遮起来 对 乾隆当时就是这样子 他地方官员 必须花很多的钱 去把所谓的这种 旁边的这种所谓的 视线比较差 视觉比较不好的地方 全部 亂葬钢全部遮起来 用什么 用所谓的红布 或者用丝绸 去把它这样 几公里几公里的这样围起来 不让乾隆的眼睛 皇帝老眼睛 去看到这些不好的 这种所谓平民窟或乱葬钢 第二 乾隆所经过的地方 叫铺路 要造桥 造桥铺路你觉得很简单 他中间皇帝走的地方 要一丈六尺寬的一个医道 所以他走的路要很平 皇帝骑马也好 坐成轿子也好 他才会叮叮叮叮叮叮的 然后你知道 有一件记载 说乾隆花钱花到什么程度 他那个造桥 那个桥底下不是有河流吗 有的河流干枯了 干枯了不好看 那个石头 河闯的石头都露出来了 怎么样 怎么办 帝王冠种花 河闯上面干脆就种花 种花只看一次 就是乾隆皇帝来的时候 走过这座桥 看到了风景很好 皇帝过了以后 这些花就枯了 这些钱就不见了 所以乾隆六下江南 花了2000万两 你看他的用品 刚才讲这个用品 一个冒架 我们这一本书 今天时间不够 我以后会陆陆细细 给各位看 他很多 人家讲说 故宫里面的收藏 如果没有清朝 故宫不成其为故宫 因为很多的收藏品 都是清朝 清朝如果没有乾隆 他的收藏品 清朝也不见得怎样 很多的收藏品 都是乾隆留下来 所以乾隆 你可以看他的用度 他所有用的东西 所有的这种花销太大 所以到乾隆中期以后 中国的经济 清朝的经济 其实已经开始走下坡了 所以他到底是一个 好的皇帝 还是一个烂皇帝 是一个盛世民君 还是一个败家子 你知道乾隆皇帝晚年 白人教已经开始起来了 农民起义 已经慢慢开始发生 所以有人讲说 乾隆如果算盛世的话 大概只有一半是盛世 另外这一半如果要讲盛世 有一本书 书名起得很好 叫饥饿的盛世 乾隆后半段 其实就是这样子 我再给各位看 最后一张图 我们来收尾 来欣赏 在乾隆皇帝的 乾隆皇帝的用度里面 我们看他多讲究了 刚才说 民间已经很糟糕了 很糟糕了 已经生活很困难了 这是乾隆皇帝 留下来的餐具 餐具 你可以看 他的餐具用得多好 这把调根 这把调根 它是那个饼 是用玉做的 金香玉 其他的那个 等于说汤匙 是用黄金打造的 这个碗也是黄金打造 最底下 这一支 这一支 他叉子 他的叉子 你看做的多精致 金玉筷子也是一样 包金包玉的 最旁边这一支 这一支 这一支是什么 这一支 它是一个小刀 刀鞘 那个刀鞘拿开 是乾隆 切水果用 水果刀 水果刀 你可以看 这个碗也是一样 这个碗 它有所谓琉璃碗 有玛瑙的碗 乾隆吃饭的东西 所以乾隆一生 他的讲究 他的讲究 太过讲究了 当然为后世的后光 留下很多珍藏 但他一生讲究 讲究到所有花费 太多太多了 太多太多 他就影响了他所有 他的治理政绩 治理政绩 所以我们下次有时间 我再来跟各位讲 乾隆甚至 他后面隐藏的一些 为什么会败坏 乾隆他做了很多 我们不可理解的 患论贪污 患论所谓贪官横行的 一些故事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乾隆皇帝 稳坐江山六十三年 从辉煌盛世 到败光了江山 依旧是不影响 他一生最爱的三个女人 究竟乾隆皇帝 是风流天子 还是专情的帝王呢 透过历史故事 带您还原真相 或许也可以让观众自己来判断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也欢迎观众 一起上《现代启示录》的YouTube 订阅跟分享 我是柳星彤 我们下次再会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